地震對於大家來說應該是熟悉的 因為加州幾乎每一天都有地震 只不過因為震級太低 民眾完全感覺不到 但是最近洛杉磯的一次五級地震 就再次喚醒了大家心裡應急自救的警鐘 當災難在瞬間降臨的時候 溫暖和無知的應對可能會導致更加慘重的災難 在面對地震的時候 我們除了震驚、堅強和群察群力之外 最重要還是要學會怎樣去自救 當地震來襲的時候 我們在室內、室外又或者在車上 又應該怎樣去自救徒生和護救呢? 1906年4月18日早上5時20分 三藩市發生大地震 死亡人數有315人 有400多人下落不明 原因是今次地震以前有幾個前震 這個前震不大不小 但就不至於將房屋倒塌 有張熟睡的人震醒了都跑出來 四十幾秒鐘之後 來了一個8.25級的大地震 挽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 這個是幸運還是偶然? 無人得知 但是當地震來到 是不是應該馬上逃跑 還是應該以躲避為主? 南加州的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 曆永剛指 傳言說地震的時候 躲在門下面是最安全 這個觀念已經是錯誤 那麼而且我們主張在房間裡 你不能亂跑 不要跑出門外去 因為你來不及 除非你當時地震發生的時候 正要在大門的附近的話 我們有個五秒鐘原則 就是說你在五秒裡 你能夠衝出去的 衝到那個空曠的地方你跑 如果你估計 尤其在樓上不可能跑出門外的話 我們不主張你亂跑 那個時候你要找一個安全地方 第一個就是剛才講的 是坐姿下面 曆永剛教授指出 一間屋最穩固的地方就是內牆 中國多次大地震之後 發現了房屋的外圍 通常都經不起震盪跌下來 如果房間裡沒有這樣接受坐姿的話 我們主張你跑到內牆 牆腳上面蹬下來 扶著頭 這是安全的 絕對不要跑外牆 外牆的話 這個照片你們就看到了 大部分外牆的話 都是倒塌了 你連牆帶人的話 全部就甩下 不過有消防員就指出 南加州政府規定新建的房屋 必須承受一定的震盪 因此大地震的時候 房屋倒塌的機會並不大 如果地震的時候 市民不幸被倒塌的物件壓住 那麼市民就應該保持冷靜 等待救援人員的道理 事實證明 地震的預警時間很短 為了脫離危險 市民一般只有抓住一件物件的時間 所以存放了食、飲、睡、用、自救、救人等等的應急裝備的地震包 才是幫你渡過難關的唯一選擇 因此專家建議 居住在地震多發的地帶 每個家庭都應該備有地震的應急裝備包 天下維視編輯報導